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3月26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 还记得上个礼拜3月19号 当大盘指数这一波一路的急杀 跌破了5年线 跌破了10年线 恐慌杀盘 融资追缴令万箭齐发的时候 我们刚刚谈到 那天杀到8523低点 短线上随时可能会有反弹了 甚至如果是个中期的一个回档的话 低点都已经不远了 那结果短短几天而已 那天3月19号 今天3月26号 一个礼拜不到 大盘指数今天再度的拉高上来 开盘开个平高 震荡之后尾盘收高 再涨了91点 来到9736 短短几天 已经弹了快要1000多点了 这时候因为大盘指数 接下来已经连涨三天 股市里头有一句名言 你应该听过 叫做连涨三天 散户不请自来 这什么意思 就代表说 不管之前的行情 杀的有多惨烈 或是之前的行情 不管已经飙到多么高的一个位置 散户都会忘记了风险 只要指数是连涨三天的 散户就会看到 这个盘好强 连涨三天的时候 忍不住就开始要买股票了 那现在真的可以让你进场 安心的买股票了吗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之前大盘下跌的风险 这时候先提醒大家 短线如预期的 反弹了三天 那我预估之前讲过 这波反弹可能三天到三个礼拜 那现在连涨三天之后 这地方第一个注意到 大盘已经开始要面对 上档的压力区 包括了3月13号 下影线的低点9636 这两天已经到了 对不对 再来五年线的位置 大概在9950 原本也是大盘重要的一个支撑 现在支撑正在转为压力 还有一个更大的 10180去年8月份的低点 也是大盘原本重要的支撑 这些支撑 现在都转为大盘的压力 那重点不是在压力 而是到了这个压力区之后呢 发现到 第一个先来看量 今天指数上涨91点 但成价量只有多少 1527亿 变成价涨量缩 结构上对多方其实并不利的 再加上量连续几天缩下来之后 目前大盘5日均量 反而持续在下滑 而且跌破10日均量 有些指数在反弹 量的趋势却在转弱 那再来看到筹码面 外资现在套现的一个卖压 暂时告一个段落 所以暂时不会有那种 股灾式的崩跌了 但是也发现到 前五大户 期指的前五大户 目前手中的净空单 仍然高达了1.6万口 这代表什么 这些最大咖的大户 对三月底到四月份的行情 仍然是这个地方偏空看待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先提醒大家 当领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 忘掉大盘之前 下沙多么惨烈的风险 现在又想要进场追高的时候 你真的要追吗 真的要抢吗 先谨慎一点 小心这里去抢 是在帮别人解套 上面一堆人一路的摸底下来 都在套牢 都在等着解套 那你现在去买 等于是在帮别人解套之后 会不会换自己套牢 这一点要先三思而后行 当然最重要 谭氏我说过 会先在十年线上下来回 这剧烈的震荡 上冲下席 那最重要的关键 仍然在未来 疫情的发展 对经济一定有影响 只是影响会是短还是长而已 对不对 那最好的状况 我们讲过 五月份如果天气回暖之后 病毒消失 那股市来回先做打底之后 再来展开反攻 可是目前来看 还没有这个迹象 甚至你看到这两天 欧洲美国 感染的确诊人数 一天是上万人在飙升 那这其实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在中国疫情看起来 好像已经受到控制 但是我说接下来欧美的大流行 那个扩散速度 甚至可能比中国更快 为什么 因为中国毕竟它是一个严格管制的国家 虽然一开始在武汉在湖北 因为隐藏疫情的因素 造成了病毒四处的扩散 当然初期他们做得很不好 可是当开始武汉宣布封城 然后接下来各大城市 一座一座封城下来之后 你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是严格管制 包括他们的人民要上街 没有戴口罩是不准上街的 对不对 各大城市 或是说这地方封闭式管理 各大小区也都是怎样 严格控管人民的一个进出 如果你不是这一个小区的住户 不能随便进去 要进出你都要先量好体温 可是你看看 这一些是现在中国确诊人数 好像已经慢慢降下来的关键 那在欧美有办法做到吗 不用讲别的 光戴口罩这件事情 你去想一想 对不对 甚至我们说要戴个口罩上街 还会被别人歧视 被那些欧美人士来做歧视 认为你就是有病 你才要去戴口罩 对不对 这种状况 不要说没生病的人 不愿意戴口罩 有生病的人也不敢戴口罩 那就造成什么 疫情到处扩散 所以现在你看到美国 消息已经传出来 一天确诊人数 超过一万多人的时候 甚至有人说 现在美国有可能会变成新的疫情中心 那因此我们不能够把说 赚钱的希望放在天气回暖了 病毒就会自动消失的身上 万一病毒仍然在呢 要等疫苗研发 可是疫苗研发没那么快 恐怕股市都还要拖个半年以上的整理 甚至万一疫情还在持续下去 造成了最后的经济大萧条 那我只能再提醒反弹过后 长线就可能持续转空了 甚至你现在看到卢比尼 有人称之为末日博士 因为在2008金融风暴爆发之前 卢比尼就已经发表一系列的文章 提出十二大讯号 认为说金融风暴即将发生 那时候股市还没崩跌 对不对 当时他已经提前预告了 那现在他又再度警告大家 经济大萧条的风险 正在急速增加 甚至市场很多人在期待 会不会有V型反转 U型反转 他说不要V型 U型甚至L型都没有 就是可能一个I型的下坠 直接往下掉下去 未来的经济 那这种状况之下 你认为股市就这样跌完了 就要开始又一路涨吗 当然不可能嘛 对不对 甚至如果经济大萧条下去 1929年写淋淋的教训 先来一波十月股灾 在股灾发生之前 道琼指数还在创下历史的新高 十年的大多头 九月份还在创新高 十月份翻转极下 单日跌幅也中十几% 十几%暴跌了 连巴菲特都没经历过 所以巴菲特说 他活了89岁 都没经历过像这个月这样的恐慌 因为上一次这样恐慌 已经是90年前 1929年的十月股灾 重点是那股灾杀完了 很多人就说底部到了 开始用力买的时候 结果有反弹 弹上去你发现 我一再强调 你要小心的不是股灾 而是后面 有没有所谓的经济大萧条 因为当经济大萧条 一旦发生股灾 接下来反弹 弹完最后长线继续转空 最后跌到哪里 到从那一年的高点386 最后一直跌 跌到多少41点 一折价都有可能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在这地方 跟他拼吗 你要读读看 病毒会自己消失 股市会V型反转 涨了三天不用怕 继续追吗 各位投资朋友 我还是提醒大家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2020庚子年60年一乱 风险一定要摆第一 只有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你会发现 这样一方面能够继续 转过赚钱机会 二方面又能够帮你 把风险降到最低 这才是最佳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对不对 为什么要在这里先提醒大家 不要再直处连涨三天之后 还再继续追高 这是我做股票 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 这二十几年 看过太多次股市上了万点 但是行情最后反转而下 也看过直处这样崩跌的过程当中 多少投资人 这个地方因此而受伤惨重 那这些人 为什么很多人股市涨涨跌跌 到最后都是受伤惨重呢 原来输家常犯的错误 就是喜欢凭感觉 在做股票 每次一涨上来就感觉很好 就想要追 就想要抢 就想要买 等大跌下去才感觉好可怕 赶快杀 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做股票 都是追在高档又杀在低档 等涨上来又忍不住去追 然后可能跌下去再来杀 追高杀低老是做出错误的决定 变成我常讲的感觉变成错觉 因为害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样去改变这种宿命 不要再凭感觉做股票了 所以我会提醒 你要成为一个操盘高手 要成为股市最后的赢家 记得你要懂得运用指标去抓转折 运用筹码去看懂股市的人心 运用股市的一个价量 来看懂股价的未来 当你能够运用好指标筹码价量 去规划好未来的行情 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出 仓缺的操盘决策出来嘛 对不对 好 当然很多人说难就难在这里 不知道怎么样去规划未来 所以只好凭感觉追高杀低啊 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由我献荣老师亲自带领到极品操盘团队 因为你会看到献荣老师 是怎样认真的在帮助会员朋友 掌握到行情的脉动低档的时候 该拼大的我带你全力拼 就像5年前的时候台北股市 那时候从10014高点杀到7000多 打了第二只脚出来 那时候从技术面上来看 量已经非常小 甚至一天300多亿 融资当然也很低 代表是多数投资人 已经杀出股票之后 心存怀疑在退场观望了 量才会那么小 这时候我跟大家讲 大盘已经度过末跌段 甚至脱离了底部区了 底部我都说会有一波 量缩的过程才叫底部 而现在正准备进入初升段 还在7000多 还在10年线附近的时候 当时我拼大的 重点不是指数杀到10年线 而是价量筹码告诉我 别人不敢买 所以我们开始拼大的 对不对 8000多涨上来了拉回之后 很多人还是不敢买 量还是很小 融资还是很少 我说多数人仍然在继续的 心存观望 这时候行情正准备 展开第三波主升段 目标10425 那时候才8000出头 多投火速归盾 所以你看到关键都在价量 在筹码 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才是真正拼大的时候 而现在指数连涨三天了 又一堆头股老师告诉你 不用怕 你看前两天买的赚了多少 当然他们都忘记 他们更早之前 套牢了一缸子的股票 都只记得最后低点买到的 一路还买 总有一天买到最低点 时钟坏了 也会一天准个两次 天天还买 终于谈了 就告诉你 最近这两天又赚多少的时候 告诉你赶快买 可是你真的相信了吗 你真的这样子就要跳进去吗 好好去想一想 对不对 那县荣老师 就是该拼大的时候 带着会员朋友拼 但是该手的时候 等指数涨到一万一千多 2018年6月份 对不对 那时候我说还没有要崩跌 但是短线在高档震荡 长线转空为机位化解 网上空间已经不多 所以我会建议会员朋友 拨断部位 请保持空手 拥抱现金 等待机会再来拼大的 甚至短线的部分 我们开始采取当冲作战 快进快出来累积财富 所以你看到这一波 后来2018年下半年 大盘也是一波急杀一千八百点 县荣老师不但保护好会员朋友 没有受伤 甚至利用当冲作战 累计战机 胜率达到七成的条件之下 累计投报率超过了八成 再来2019大盘拉高上来 我们当冲年度报酬率仍然超过八成以上 你可以看到指数高档剧烈震荡 不管是跌还是拉高 我们都能发挥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这个优势 用最小的风险帮助会员朋友 稳扎稳打当个快乐当充足 而在今年大盘又涨到1万2的时候 我也提醒大家涨幅已经达到满足点 时间面临转折 小心总统大选 美中签署完贸易协议之后 力多出境反转而下 对不对 也提醒大家大盘跌到半年线 很多人说低点到了 这就是第二只脚赶快买就对了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1138 可能不会是最低点 还会继续杀 等杀破了1138跌到年线了 很多人说没关系再假跌破 破底番会来 我还是跟大家讲 你要去小心 外资还在继续卖 旗子大户又转为空单 那时候5000多口 所以这个行情很有可能 支撑非支撑 见低不是低 你看到以为有支撑 都会破给你看 你以为低点到了 都还有更低点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宪隆老师一直建立会员朋友要小心 结果这一波从2月下旬 一路的崩跌下来 宪隆老师不但没有让会员受伤 反而利用当冲作战 目前从2月17号到今天出手 这地方11胜4负3合 当然有赚一定有赔 但是你看到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稳扎稳打累积下来 目前11胜4负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累积报酬率来到20% 100万上下这样一档一档操作下来 这波大盘下杀不但没有受伤 反而帮很多投资朋友持续在累积财富之中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仍然是最佳操作策略的原因 因为你会发现 完全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了 又能够稳扎稳打帮你来累积财富 当然重点再强调的是 当冲不是稳赚不赔 你要成为一个当冲的赢家 四大要素要做好 第一步资金控管 请量力而为合理操作 不要过度的扩大信用 第二步要维持高命总率 所以我的当冲不会带你天天出手 看准的目标精准出击 才能拉高命总率 并且在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这个预估封审的情况之下 发挥赚大赔小的优势 再来做出手 最后遵守纪律 万一看错 严控风险绝不凹单 就像今天 县荣老师带着会员朋友 原本研判大盘指数 开高震荡有收低可能 当然今天我们研判错误 指数拉高上去 那县荣老师找盘建立会员朋友 3044的见顶 先买后买 这个定在95块2上下 来做先买 停损定在97块1 对不对 这个地方后来指股价拉高上去 触及停损还稍微超过 二话不说 也马上停通知会员朋友 来做回补 遵守几率绝不凹单 这是我们操作原则 这样才能够严格控制风险 看错的时候顶多小赔 绝不让大赔这件事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对不对 像上个礼拜五 大盘开始反弹 我们带着大家抢个反弹 6213的联帽先买后卖 拉高上去赚个3块价差 10张稳稳的3万块 放进口袋了 对不对 甚至像3月12号做加折 利多平传之下 大户趁机出货 我们先卖后买 那天277买 杀下去264目标达证 13块的价差 一天很多人就赚个4张 就赚个5万多 就是这样的操作之下 这个月目前累积战机 七胜三负一合 持续再努力帮助会员朋友 虽然有赚一定有赔 但是只要能够控制好风险 你看盈亏相抵之后 还是能够持续帮助会员朋友 累积财富 甚至这个月很多人帮自己 加薪个个十百千万 十万 不是不可能梦想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 当然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都欢迎在休息时间来找我们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运达不顾极品超盘团队 由邝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运达不顾极品超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不顾好看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不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获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几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 再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县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有投资朋友问说 县荣老师你说当冲风险是最小的 那可不可以保证 每天多多少少赚一点 每天这地方不管多少 都让他有点赚钱 县荣老师要再三强调 虽然当冲的风险是最小 因为我们盘中满手没关系 有赚没赚 我们盘后都是保持空手 所以我们完全是不担心 美股一下子暴涨 可能晚上要再反转下杀 又暴跌下去 那个我们风险完全避开 但也不可能稳赚不赔的 就像你看到电视上 那么多投赌老师 天天在说自己大获全胜 这两天股价涨上来 指数连涨三天 又说自己帮会员朋友 赚多少的时候 你去加入你就会发现 原来好多都假的 因为这些老师 每天在说自己大获全胜的时候 每天他可能推荐三到五档股票 给各种会员 一个月推荐出去几十档 电视上总有几档赚的时候 电视上就讲了一个赚钱的 其他赔钱都不说 甚至很多老师是一档股票 每天还买进 把会员的钱当做无限加码一样 最近大盘这样崩跌下来 你看到这种非常多 对不对 等到谈上股价总有反弹的时候 就跟你讲最低点买的 反弹上来赚多少了 之前高档套牢的都忘记了 对不对 这些老师能帮你赚钱吗 都假的嘛 甚至有些老师 最近也开始教大家做当冲 但是很多老师都这样 一档股票给你 跟你说做短线当冲也可以 做波段也不错 听起来很好啊 短线波段两相仪 其实都是赚了钱就叫你冲掉 看错的时候就说 我们改放波段 其实就是叫你凹单嘛 到最后我再三提醒 这种操作方式 绝对会害你赔最惨 因为他会让你赚都赚小的 看错反而都赔大的 甚至变重伤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说这是操作的大忌 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有些老师甚至把货源分成N组 每组股票都不一样 电视上参加秀的 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 很多老师都这样啊 这些老师能帮你赚到钱吗 自己去想一想 很多都假的嘛 每天都在说自己大获全胜 你相信了 你就跑去参加 发现都被骗了 那县荣老师只能再三强调 我不可能保证你天天赚 一定有看对 一定有看错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错 小赔一定赶快跑 对不对 有赚没赚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风险降到最低 但是看对我们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才能成为赢家嘛 那我不能保证你天天赚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当冲股当天进 一定就当天出 绝对不凹单的 第二个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第三个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是有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要给大家100%的人格成绩 保证给你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保证之下 我们在当冲作战 每天最多两档股票 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要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家通知你 当天进一定当天带你出 绝不熬单 有机会我们攻击盘做短多 像上礼拜大盘开始反弹了 6213连帽 我们也抢个短先买后卖 125.5买 拉高上去128.5卖出 整理盘没关系 我们先卖后买 像308016的细创 3月18号 大户在拉高出货 被我们掌握到 121卖出 杀下去也是3块加差赚回来 就是这样跟着县荣老师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当个快乐当冲族 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也想利用当冲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都欢迎指明 由我亲自代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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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